中金建设拼爱台 扁马英传承2.4兆国债 蔡政府主打8年8400亿前瞻基础建设 首期千亿预算台版啦 哎呀别老是光靠错面跟灵犬嘛 其实咱们选出来的总统们都很爱砸大钱建设台湾 前总统陈水扁任内就曾推5年5000亿的新十大建设 包括国家格局院、故宫、南院、高雄港、州计、货格中心 哎政党轮替后马英九加上桃园航空船等 又重新包装成爱台12项建设 也砸了4年5000亿预算啊 轮到了蔡总统当然要如法炮制 冷酸啦啦作为 经济效益竟然跟马英九4年5000亿的 几乎都是一字不改造钞 连标点符号都一样 嘿嘿忙中有错别太计较嘛 为了挨台湾再创建设奇迹 三位总统用特别运算携手举下了两兆4000多亿果债啊 但万一计划失败最具责任 也逃不回这笔庞大的经济损失啊 根据公债法估算 台湾最后却一兆多的举债空间 操控的一天恐怕不远了 最后一次台湾最后一次大型的公共建设计划了 映创中心 我听到了以后就不用再继续在那大声了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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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